我们现在打开了中国地图 说一下中国南北方的差异 因为我在河南省看到的情况 它不仅仅是河南一个省的情况 而是整个南北方的差异 我们如果把它从这样去切的话 把整个南北方切开的话 大概是这样子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北方现在变成了国企为主 而南方其实是以民企为主 那么一个是国企为主 一个是民企为主 造成了两边巨大的差异 国企会出现一种叫做经济的流动 国企承担的责任跟流动的方向不一样 因为国企很多地方承担的叫做战略性资源 就比如说矿产 比如说一些军工企业 这些都必须是国企 而民企承担的是叫做经济资源 为什么叫经济资源 因为民企它提供了中国将近80%的就业 南方这些省大多数在发展民企 所以大多数人都会有工作 因为80%的工业的就业机会 是民企提供的 而国企这边提供的经济机会没那么多 而且国企的钱流动的方向不一样 国企的钱是直交 河南省大量国企的 它的很多钱是上交给省里面和中央的 所以这个钱上去以后 并没有再分发到个人 要么拿去做基建 要么拿去给其他的一些国企做补贴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企都活得很好 大家注意一下 国企其实也是爱巴法者 有很多的企业是活不好的 所以赚了钱的企业 要去稳住一些不赚钱的企业 而那些不赚钱的企业 可能国企这里有一部分钱 我们可以称它叫做监视企业 那这些企业 其实在各个地方承担的是一个保就业的工作 或者是维持这个系统 就比如说我这个军工系统 我需要这个产业在 所以它需要一种保护性措施 所以国企的钱会流向国企系统内部 流向省 流向中央 但是它不会流向到民间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而且国企的历史使命不一样 而民企它能够把钱留向民间 提供了80%的就业机会 所以大部分人能够获得更多的钱 这就是民企的作用 国企和民企 就是中国南北方巨大的差距 就是北方是国企 南方是民企 最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我们看河南省的人 大多数民众为什么穷呢 是因为河南省是一个 以农业为主的一个省份 同时河南省这个地方 整个的企业又是以国企为主的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河南省跟山东省很像 山东它也是一个 以国企为主的省份 所以我去山东看的时候 我是非常惊讶的 因为山东的GDP是非常高的 排在全国第二名或者第三名 这个位置 但是我去山东农村看到的景象 是远远不如浙江江苏 甚至GDP比较低的福建省 福建省特别特殊 福建省它看起来GDP不高 它的GDP是相对不高的 相对没他们高 但是福建省的民间 经常见一些非常夸张的各种建筑 因为它的民营经济特别发达 几个县或者几个镇 你去看楼建的跟碉堡一样的 特别夸张 就是因为它民营经济发达 老百姓手里有钱 所以国企发达的地方 老百姓手里头都没什么钱 而民企发达的地方 老百姓手里都有钱 广东省就不用提了吧 特别是我在浙江省看到的 各种建筑是最美的 鸡堂在浙江省看到 各种豪华的农村别墅 非常漂亮 同样的我们就可以 推测出几个问题 就是因为中国巨大的南北方差异 这条线化开了以后 北方的国企 它无法给普通的老百姓 提供更多就业 它也无法保证 更多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 所以在这个分界线里面 南方普通人的生活 我其实过得比北方好 这是我自己看过的 自己得说的结论 我虽然跑到中国很多省 但是我其实大部分 是以南方为主的 我选山西省 我还没跑到现场 这是跑河南省 我跑的就是现场 跑到现场以后震撼很大 北方各省 虽然看起来GDP高 其实也没多少省 其实北方也就一个山东省 一个河南省 加一个北京市 加一个天津市 看起来GDP高一点 但其实普通人的生活质量 说真心话 河南省远远不如湖南省的 山东省是远远不如江苏省 也远远不如这家省 这就是因为国企的原因存在 而我们这边因为民企发达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刚刚以信阳举例子 我们刚刚不提到信阳吗 河南省信阳这边问了一下 信阳有260万人在外务工 但是信阳人 因为靠南边近一点点 那么这些务工的人 其实是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主 所以他们打工的钱都回来了 回来之后就拿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而这边北方的各位同胞 他们大多数往北边跑 往北边跑得多一点 因为他们离武汉相对远一点 北边跑的时候 第一个提供的就业机会 没有那么多 第二个提供的就业的工资 没有那么高 北边提供的就业岗位 没那么多 就业的薪资相对南边要低一些 大家可以看 现在中国工资高一点 地方是哪些城市的 北京 杭州 深圳 广州 上海 这几个城市是明显要高一些的 这五个城市里面 就只有北京是在北边 而且北京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城市 其实我不认可 北京是一个经济性城市 它是一个完全全依赖政治核心带动的城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北京如果去正常的跟上海比 或者跟深圳比的话 它的经济体量不会这么大的 它是因为所有的政治核心在这里 那么其他各个岗位就必须在这里 比如说中国所有的央企的总部 大国企的总部 美座城市的住进办 一个省的住进办 以及比如说像娱乐圈的 所有的核心在北京 那为什么在北京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中宣部在北京 那所有的东西 它要跟它打交道 比如说各种审核 检验 沟通 都必须围绕它去转 那这只是一个部门 比如说中宣部在北京之后 那娱乐圈就必须在北京 北京的各个明星 扎堆到这里 那电影业 电视剧 上下有产业 那就必须到北京去 所以北京市的依赖政治核心 它才会经济这么发达的 而上海 深圳 依赖的是地缘优势 所以它是发达一些 所以各有各的特点 但北方现在只剩北京一个地方 能提供的高薪就业岗位的空间 没有那么多 以河南为分界线 其实信仰人往南边跑得多一点 其他的各式的人 往北边跑得多一点 总体上我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河南的农业太发达 也许有18亿根地的红线战 第二个就是河南的企业 以国企为主 这个点又跟山东是一样的 国企的钱 无法汇集到所有的民众 这是我说过的 但是国企有它的战略意义 我们不要怪国企 千万不要产生这种思想 说我怪国企 在河南省太多了 应该是说 幸好还有国企 还能提供一些救救改为 如果没有国企 而是说没有办法增加增量 没办法把河南的民企 搞起来才是问题的所在 国企是没有罪的 国企不是错了 不要把这个罪怪到国企身上 我刚刚说过的 山东省也是这样的 民间远远没有其他省富 都是因为国企占比太高 第三个就是 普通民众打工的选择 我经常用我们 湖南省少阳市的做比较 一比较就出来了 少阳市的民众 其实都是去了珠三角 去了广州和深圳 那么整个深圳 大概好像是三分之一的人口 都是湖南省的人 那湖南省的人 在广州深圳赚了钱 又回到家乡建设 其实每一年清明节的时候 我回到我村子里面去看了 就是我们那个村很穷 最早处的那个村是很穷的 但是每一年清明节的时候 我都看到整个村子里面 就到处都是豪车 很多人去了珠三角以后 找到机会 开工产的也好 办企业的也好 都发财了 所以这个还是 民营经济发达的结果 所以我们少阳的农村GDP 看起来 河南的GDP要低很多 但是少阳农村很多的建设 各种衣食住行 都要比河南要好一些 那么这就说明 一切都还是因为 国企和民企的区别 但是国企和民企又没有办法 人家也不是这样的 就说我就活该 就这边北边要穷 并不是这样的 以南北为分界线 已经越来越呈现出 国企与私企之间的区别 北边这边经济环境 也不是北方人自己选择的 我个人感觉 还是地理决定论 就是地理决定了 这边相对发达一些 因为长江和珠江 就真的往这边流 所有才导致的 中国两大水系 然后加上气候的变化 导致这两边比较富裕 这种情况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种情况很难改变 国企私企的巨大变化 导致了北方相对不发达 北方民众相对生活苦一点 导致了河南省种种现象 还是因为经济结构构成 除了我刚刚说过的 这些问题以外 这么大的一个河南省 一亿人口的河南省 它还有一个 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河南省 整个省居然只有一个 爱摇摇 居然只有一个爱摇摇 就是盛州大选 河南大选居然不是一个211 我还去河南大选 挂了一圈 感觉作为一个 近百年的一个大选 怎么样也应该有个211的位置 我觉得河南省这种人口 至少需要两到三个酒吧 需要五到八个211 但是太惨了 你跟湖南省 都有好几个重点大选 但是河南省居然没有 说明人才极其缺乏 因为985跟211之间 国家拨款是完全不一样的 差很多很多 河南要把人才搞起来 要把整个省建设起来 需要大量的教育上的投资 但是河南省没有 所以河南在人才断层上面 很难 普通的学生考试 非常非常难 难到什么地步 我去跟一个 凡地产一个人 聊了好像谁 他跟我讲他人生的 一个读书的经历 从他讲的经历来看 他说他全校 好像只有四个人读到高中 就他那个年代 读到高中啊 能考到大学就更少了 考完大学吃了之后 他的就业机会又非常少 他是一不小心 进入了凡地产行业 赶散了那一波 经济发达时期 他就赚了钱 他说其他所有的同学 大多数啊 都是初中毕业 就出去打工了 要么就去工厂里面做工啊 要么就去本地的一些 私营企业去做工 但是整体上来说 他们的进款都不太好 我自己个人跑的这几个地方啊 比如说去了周口啊 我在周口看到了 真的那里的人 过得真的不好 哪怕是去到洛阳吧 经济发达的洛阳都不好 而且整个河南省的 经济的结构也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还是一个 传统制造业 并不是有先进制造业的 甚至我在河南的各个消费的地方 我在郑州 还有各地跑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 今年的大水灾 以及疫情 对他们影响很大 有些消费场和 第三产业跟我说 明显的客人 没有以前大反了 而且他们收入 大概是几个月都少了 差不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就是河南的影响还挺大的 那河南现在跟其他省比啊 我做一个宏观的比较 比如说安徽省 安徽省是将来 一定是一颗新星啊 因为它做的都是 新型制造 以及数字化经济 浙江 安徽 江西 如果你说哪几个省 起点低发展很快 我觉得是安徽和江西 这两个省 现在起点低一点 但是将来未来 一定是发展重点 增量很大的两个省 河南省现在遇到瓶颈期了 因为我去洛阳看的时候 就感觉到洛阳的 整个经济状况 都是靠国营企业在带 靠着国企一部分人在带 没有民企在做 那些传统制造业的 还在做拖拉机 还在做那些什么生产设备 虽然郑州也有 很优秀的一些企业 比如像正梅基 我请出去看过的 正梅基商的企业 但是这种产业 产业链太多 没有人去抓 比如说新能源汽车 现在河南省遇到的情况 跟湖南省有点接近 就没有做新兴产业 如果去做电动车的话 因为电动车 一定会迎来一个 天亮的爆发期 2021年 已经是中国汽车产业的 一个转折之年了 就今年 因为从今年开始 中国明显就开始 以电动车闻龙头 开始慢慢的 要压日起了 开始要动日起的蛋糕了 因为在这之前 是韩系的车不行 法国车不行 但现在日起的车 也敢动了 那么后面可能 会威胁到德企 而在电动车的 这个变革的过程中 将来中国一定会变成 全世界最大的 电动车生产基点 但是你们看一下 现在中国 才生产多少部电动车 全国将来 有很大的潜力 可能一年生产 2000万部电动车 2000万部电动车 它会分布到 中国哪些省 想过没有 这多大的产业链 多大的三下游 而且中国电动车的发展 一定会极大的 打击日本的汽车制造业 日本10%的人口 是跟汽车制造业 有关系的 那可以直接把 日本的人均GDP 从原则3万多 打到2万的 所以可以想象 资助金有多大的潜力 但是河南没想到 现在安徽比较多一点 加西可能有部分 后面慢慢会有的 因为加西的 其他一部分 就慢慢起来了 那么湖南跟河南的 问题是一样的 河南这个省 它在传统的经济 定位上 接近于山东省 然后河南的整个架构 它又有点像湖南省 跟湖南省比较近 所以我作为一个湖南人 我也很着急 因为我们也没有 数字经济 也没有新能源经济 没有这种新型的经济 所以河南省 现在挺着急的 河南省的增长 现在正在被四川 慢慢的拉近 可能四川将来 会超过河南 如果按这种发展 那四川的发展 也比较特殊 因为四川是作为 西部最重要的 一个发展的地方来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河南省 为了出路 第一个是尽可能的 提高农业产值 但这个天花板很低 该怎么样去进行 农业升级 乡村振兴 这是第一个 比如说现在小麦 怎么样提高它的销售价格 用科学的方法 提高它的销售价格 这是属于农业的 第二个是工业 这个是最重点 能源农业再怎么增长 也只能增加那么多 增长的量是有限的 最重要的是工业 那么工业是一定要开始 跑出一个数字转型 能不能往数字经济跑 能不能往新能源跑 能不能往新型产业跑 这个是河南省 必须要做的 因为现在再这样 待下去的话 很难再发展了 就是传统产业 天花板有限 第三个是河南省 一定要提高自己的高等教育 就是要有自己的985 自己的211 更多一点 现在太可怜了 这河南省的教育资源 真的比我们湖南省弱多了 我作为一个湖南人 我一直觉得湖南省的一般 没想到跟河南一比 我们钱这么多 真的没想到 不要跟北京比了 就差很多很多 以及最后可以做一下文旅产业 就是整个文旅的发展 像开封这种文旅产业 要把开封建设成 奥兰多这样的城市 把开封这种城市 打造成中国的主题公园城市 而且是中国版的主题公园 因为开封几个主题公园 做得真不错 看了以后还是蛮震撼的 所以把开封做成奥兰多 把郑州做成一个 除了传统企业 能不能做成其他的产业 加进来 比如数字公园 一个新产业 然后再把整个经济做好 再让整个河南 多几个985211 在河南才有希望 如果不这样干的话 整个河南可能 还是会被四川超越的 那么河南的地位 会往下降一点 虽然有总量在 所以河南的人均GDP一直不高 如果不进行转型的话 它的GDP是 很难很难进行一个提升的 所以这就是 我对河南整体的一个看法吧 这只是一个很短的视频啊 我会写一篇非常长的文章 详细讲述 也有很多细节 详细讲述 我眼里的河南是什么样子的